你們要罵鄭文燦我覺得啦 本來政治就一定會攻防啊對不對 可是你們可不可以不要這麼有水準一點 又講人家什麼購地集團 又講攻鬥 然後現在又講說什麼 資宗派被獨派鬥 這資宗派倒下來 你們要統一一下論述啊 那不同人嗎 又不是國民黨同一天發 很多不同的新聞 不是你們要定調啊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啦 像我不覺得 那個是兩岸關係的關係 所以你不認同蝦旭展 那我問你 你們現在講鄭文燦是貪污 這個民進黨這個沒有態度 那你們是怎麼處理林之妙 起訴按照我們黨的規定 就是好像 那你們有誤往誤中不得不來嗎 沒有我沒有講誤往誤中 有嗎 有有有你查一下 有嗎我查了喔 郭立倫說民進黨沒良心喔 林之妙是清白的喔 但是 然後你葉原之說 你們講的都不算 法官講的才算喔 然後葉原之說 也就是說 林之妙都說是借貸 所以沒事喔 對啊無罪推定啊 你看 你就變無罪推定 可是問題是 我們在面對這案件的時候 我們都談嘛 要保留給法律去處理 是非 是非的空間 可是問題是 偏偏就有人想要政治力介入 我們請阿川來到電視牆前面喔 其實對於政治力介入 我們也時空見怪 畢竟我們是政治的動物 面對這些事情 一定會有政治力的考量 可是問題是 國民黨也介入了 太離譜了吧 三大介入 第一個 林濤迫不及來出來開記者會 說鄭文燦是主購地集團 這購地集團有小塊稀重劃工程 八德轉移站 還有觀音的中校段的購地集團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想說有公道啦 這東西是賴清德在鬥蔡英文啦 第三個我覺得最扯 他說什麼東西 是說借機攻擊賴清德的兩個路線 欸 蕭旭成 馬英九辦公室主任 出來跑出來受訪 受訪的時候先誇了賴清德一頓 說多年認識 他認為賴清德是正派的人 人格操守沒問題 可是呢 他認為鄭文燦海基會董事長 是兩岸重大指標 他說鄭文燦的路線是支中派 可是呢 這會造成賴清德權威的挑戰 賴清德的兩岸政策 只有對抗 是台獨 鄭文燦如果採取不同的角度 等於挑戰賴清德的台獨路線 這也可以扯台獨耶 這幾個包括林陶 林陶昨天開記者會 就說什麼小塊 Ca8的轉型 這個關英中小段 就叫草塔這個地方 這幾個案子在桃園市議會 已經說四五年了 林陶還沒做議員就在說了 跟這國民黨議員就說這個有問題 這個有問題 這個有問題 要購地集團 一直問一直問一直問 問到最後還是沒事 為什麼因為 因為現在就是說大家看到 說現在鄭文燦 出事了 過去的清倉大拍 以前這順的全部都扣給出來 全部都撒撒給鄭文燦 就是這樣啊 你看一般民眾也沒聽過什麼小塊C啊 什麼巴德轉英戰 觀英宗教段 然後我就舉這個例子 這林陶特別說明喔 林陶說這個觀英草塔 現在這個地方是類似一個重劃區啦 重劃區 同時啊 這個郭玉遜 郭玉遜就是跟鄭文燦的 精發局長 他是在二零一八年 三月才加入四五團隊 可是他在台 二零一四就沒有了 二零一四九月 請問鄭文燦是在幹嘛 在桃園市長不足耶 正在選舉啦 對 因為十一 那時候市長是吳子雅 十一月投票嘛 對 那那個時候郭玉遜就買了這個地 當時買多少錢 四百萬 去投資一個四百萬的土地 我跟你講這個地方很長的啦 這個觀英草塔 就是已經都要挖害那個地方 那時候什麼灰塵什麼 很多啦 他去買了這塊 那你說那你為什麼跑去這裡買 你為什麼跑去觀英買 為什麼李正浩不會去觀英買 因為他們家住在那裡啊 他們爸爸叫郭榮忠 他們的選區就是觀英新屋大園 哦 他們家喔 就他們那個附近海山 桃園的海線 他們就住在那裡嘛 所以他買這些土地就正常正常了 桃園的房價六年賺一百萬 算是很不會投資吧 他只投資四百好不好 你要叫他賺多少 四百賺一百也很差啊 賺一百好 那他現在林濤就說 原來你是這樣 你二零一四年就買囉 然後你就去炒土地哦 然後你們的和我人有誰 有這個叫做林黃章 後來他是小英自由會的 然後呢 也有信賴自由會的 叫郵建祥 你看小英自由會 信賴自由會 都來投資這個土地 不是啊 這是二零一四的 那時候哪有信賴自由會 那時候哪有信賴自由會 二零一四 哪有信賴自由會 連小英自由會的 小英是二零一六選總統的 對齁 對齁 二零一六選總統的 對齁 所以那時候哪有什麼 什麼什麼自由會 我跟你講這都是地方人數 那時候民進黨還是蘇生 他那些藏林在這裡 對齁 還是蘇洩了 對齁 這些當時都只是地方人士 他們一起去買了一個土地 他們本來在桃園就熟嘛 要買個農地搞半天四百萬賺一百萬 對 有夠傲 郭義昕就說你這也太行 這對當中人來說 這個投資這樣 所以他可能會給他 第二個 第二個就說 綠營公道 這條最含 賴清德賜蔡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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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鄭文燦是什麼小英的人 好 現在又說什麼 因為他們是南流、北流 賴清德是南流、南流度北流 現在又說賴清德還要度政國會 反正就全部南南粒都南南粒說就對了 說到最後我請問大家收一件事就好 這個 這個對賴清德有什麼好處 對 這個對賴清德有什麼好處 如果賴清德早就知道這句話 根本不會讓賴清德當海基會的董事長 對就是說 你總統現在去弄這幾個民進黨的人 到底對總統有什麼好處 對 沒什麼好處啊 可能下一階段民進黨的這種 什麼政黨支持度的民調 什麼好感度 都會降低 一定會有波動的 一定會有波動 那你說賴清德搞這個要幹嘛 所以連沈富雄都看不下去了 你們這幾個人到底在講什麼 就是說你們怎麼會把它導成 是民進黨內的內斗 我還記得我講 連政會的事情給大家聽 民進黨是不是叫做連政會 連政會不是中評會 連政會的那個主委 連政會的那個主委 真的開一個委員會開會 七個人開會 開完會 我也跟你講 開完會之後 那個主委就到樓下去了 所有媒體在樓下 照特立來說 約先跟主席報告 沒有 沒有 我跟你講 開完會之後 裡面的幕僚人員正在寫 等一下要講的新聞稿 對 那我們正在看那個 正在讀那個新聞稿的時候 主委已經在下面講完了 都沒有請示 怎麼請示 連政會 連政會比中常委還高 你知道嗎 所以那個連政會 開會連政會的主委 講的話 講的話就是答案 對 所以民進黨就是這樣的一個 用這個方式 所以連政會 昨天通過一個決定 就是說只要收押 停權三年 停權三年 然後只要什麼 只要這個起訴 按照過去起訴 就是開除了 這麼硬 所以難怪沈富雄說什麼呢 國民黨講公鬥 我是很不同意的 一半以上國民黨反應是公鬥 我覺得很奇怪 就算是內鬥也是揭發舞弊 揭發貪腐 有什麼好罵的 對 然後呢 最好笑就是這個蕭续成 蕭续成說 啊 鄭文燦被逗下去 是因為鄭文燦是知中派 哈哈哈哈 意思就是說鄭文燦 叫這個中國 叫大陸的官 蕭续成還特別跑去歷史歌受訪 知中派挑戰 意思就是說 啊因為鄭文燦做海基位董事長 鄭文燦算知中派 鄭文燦有一個什麼 港澳之友會應該做回憶 什麼找胡歌來台唱歌啦 什麼兩岸交流啦 會對蕭续成的權威造成挑戰 蕭续的重點是對抗 蕭续的只有對抗 才能延續他政治論述的政治實力 所以鄭文燦對中國太好了 所以被蕭续鬥下來了 鄭文燦做海基位董事長做多久 好像沒有很久 一個月 對 一個月 如果不敢走就不容易 請問這一個月 你有看到鄭文燦在海基位 講過任何什麼樣的話嗎 比較少 比較少嘛 因為海基位 那個黨衛就是很少在講話 因為我們現在都陸委會 都在量文節講那麼多 所以海基位很少講話 所以像這一種蕭续成的這種談法 就是要創造台灣內部的紛亂 對阿共也好 不敢走一敢走一敢走 要搶來搶去 他的邏輯是這樣 非常謝謝阿創 阿創回問上 其實坦白講 你們要罵鄭文燦 我覺得本來政治就一定會攻防 你們可不可以不要這麼有水準一點 又講人家什麼構地集團 又講攻鬥 然後現在又講說什麼 支中派被獨派鬥 被支中派倒下來 你們要不要統一一下論述 不同人嗎 又不是國民黨同一天發很多不同的信用 不是你們那個定調阿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像我不覺得這個是兩岸關係的關係 所以 你不認同蕭续成 看法不一樣 不是說認不認同這個人 看法不一樣 至於說 因為林涛是桃園市議員 對 所以他對桃園發生的事情 他比較有興趣 他就會去講很多細節 然後這個就是 他自己的資料 你也不認同林涛 沒有不認同 因為他講我們也不清楚嘛 對 所以我們也很難去 那公鬥咧 公鬥 公鬥的部分我覺得 我認為有 你覺得有 我覺得有 你覺得有 因為你看昨天那個賴清德 他 就是一般總統如果到一個地方嘛 然後他如果不想講話的話 記者根本喊破喉嚨 他都是不會理他的 對 但是鄭文燦這個事件發生的當天 可是他必須回應啊 對 他也可以不要回應 但是他就回應 表達一個態度就是說 鄭文燦你是 他看我的感覺就是說 鄭文燦你自己個人造業個人單 不得不然 我現在就是要處理你 他那個講話的感覺 讓你覺得他對鄭文燦沒有感情 你知道嗎 那我要問 因為一般 你們國民黨面對黨內有人涉攤 難道不是物往物中不得不然嗎 沒有 他們還有感情 他們還有感情 一般正常來講 會是這樣講說 蘇立倫都在講話 會說鄭文燦是我們多年好友 發生這個事情黨內很遺憾 但是呢 物往物中 那不一樣 但是他這一副就是 鄭文燦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而且這還是 可能是我結束的一首 那我 因為他說樹灘打炸跟掃黑 是他現階都在攻擊 不得不然啊 他利用鄭文燦這個機會 把這個東西拋出來 感覺就是有點相關 那我問你 你們現在講鄭文燦是貪污 這個民進黨這個沒有態度 那你們是怎麼處理林志廟的 我們處理 你們有物往物中不得不然嗎 沒有 沒有他現在是起訴 朱立倫的 起訴啊 對 鄭文燦連起訴都還沒 按照 起訴按照我們黨的規定 就是 好像 那你們有物往物中不得不然嗎 沒有 我們有講物往物中 有嗎 有有有 你查一下 有嗎 我查了喔 有有有 朱立倫說民進黨沒良心喔 林志廟是親牌的喔 親牌的喔 但是 然後你葉元之說 你們講的都不算 法官講的才算喔 然後葉元之說 林志廟都說是借貸 所以沒事喔 對啊 無罪推定啊 你看 你就變無罪推定 對啊 我們進廣告不要再去葉元之號了 進廣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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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